北日大的白飯之爛 在網上鬧得沸沸揚揚 唱參與時事討論的歐陽靖 隨日也對此發表犯法 曾經帶過日本 他也分享了日本很多地方 都有提供白飯吃到飽 但也有飯被客人吃完的清新 而這時候日本店家處理方式 是先跟客人道歉 然後問客人要不要等新的飯煮好 因為通常都要等上個幾十分鐘 所以大部分的客人都會覺得算了 也不會在網上給出負評 畢竟店家也沒有說不再提供 但歐陽靖也認為互相體諒很重要 因為吃飯應該要是件開心的事情 如果大家都是衝著有吃不完的白飯 才會吃這些店 但又剛好遇上店家準備不及的狀況 也要稍微體諒一下 不用客人 也會知道 不客人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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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